那天晚上,我在同事的介绍下,去了一直没有踏足过的高级按摩店,却没想到打开房间的一瞬间,竟然看到了自己的老婆,张嘉婷。 她身着一袭紧身黑色皮衣,衣服勒得很紧,拥雪成风,连雪白的肌肤都出现了两道红痕,眼睛被系上了一层黑布,让她看不清来的是谁。 我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就听她软着声音喊了一声,主人。 我是从天远的乡下来的,上头有三个姐姐,和一位年老的母亲,母亲用着嫁姐姐们的彩礼把我攻上了大学,后来我就留在了这座城市里,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我老婆张嘉婷是个女强人,父母都是本地人,做了点小生意,按道理来说,她这样的白富美肯定轮不到我,可也因为其高傲的性子,到了三十岁还在那挑挑拣拣,最后实在年纪大。 没办法才找了个老实本分的我结了婚。 结婚后,我们生了个女儿,张嘉婷的事业越来越好,但也越来越看不起我,甚至到了现在,都开始跟我分床睡,不让我碰她。 三十左右的男人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家里有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却不能碰,这也太憋屈了。 强哥,今天晚上有个聚会,去那种私人会所,去不去? 一旁的同事捅了捅我的胳膊,语气暧昧地问了一句。 还没等我回答,另一边的同事就说道,算了吧,嫂子敷白帽美大长腿,强哥怎么可能看得上别的女人? 我听着他们的话,心里有些苦涩,张嘉婷虽然漂亮,但结婚五年,我碰她的次数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而且每次在床上,都是她占据主导地位,好像就是在应付工作一般,索然无趣。 而在她怀孕生下女儿后,就再也不让我碰了。 下班了,我先回去了。 我无法插足他们之间的话,只能提着包,准备离开。 我打开门,这套房是张嘉婷父母全款买的,中高档小区,三室两厅的格局,刚好一家三口一人一间房。 刚开门,我就听见里边传来我老婆的声音,她人在厨房里倒水,没注意到我已经进来了,拿着手机正在讲电话。 成,我知道了,今天晚上八点我会来的,把东西准备好。 晚上八点,我有些奇怪地看了过去,这个点她要去干嘛。 张嘉婷端着水从厨房出来,看见我后,她被吓了一跳,匆忙对着电话,那头说道,我还有事,先挂了。 说完话,她看了我一眼,醋没道,你回来怎么不都说一说,刚才差点吓死我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家。 当初虽然说是我娶了张嘉婷,但我俩之间,房子是她的,车子也是她的,我更像是入坠一般,再加上张嘉婷在公司里是高官的位置,回家也改不了她那高傲的模样。 对于我,说是老公,更像是一条狗。 刚才的话听了多少? 她漂亮的眼眸看了过来,问道,我老实地回答了一句,我刚来,怎么了? 她眼底划过一抹心虚,随即又恢复成那高傲的模样,没事,我晚上出去有点事,不用等我回来了,暖暖我送我妈家里去了。 我看着她犹豫了一下,想起上班时同事讨论的事情,身体突然拱起一股浴火,看着张嘉婷的眼神都不由地变了一点。 张嘉婷显然是刚从公司回来,身上穿着职业装,一身白色的衬衣拥着呼之欲出的胸物。 包囤西装裙勾勒着挺巧的屁股,一双大长腿,穿着黑丝,显得又长又直。 张嘉婷今年虽然35了,但身材保持得特别的好,可能是因为生了孩子的缘故,我感觉她的胸和屁股好像比以前大了不少,全身上下都散着一股成熟女人的诱惑。 我看着她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喉咙滚动了一下,有些蠢蠢欲动起来。 老婆,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 我哑着声音问道,张嘉婷细眉拧了一下,语气有些冷,事情办完了,自然就回来了,问这么多做什么? 看着她这性感的模样,我终于有些忍不住了,上前一把抱住了她纤细的腰身,语气暧昧道,老婆,我们已经好久都没有同房了,要不你今天早点回来,啪。 我话还没有说完,就感觉脸上一疼。 是张嘉婷甩了我一巴掌,她抬着脑袋,像只高傲的孔雀,一脸的不屑,送墙。 你别忘了,当年我嫁给你,不过是为了应付父母,收起你那黏腻的眼神。 我嫌恶心,我被打了一巴掌后,整个脑袋都有些发梦,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张嘉婷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错,收回手,冷声道,以后脑子里别再有这种龌龊的想法。 我先走了,今天晚上我住我妈家,不回来了。 现在这样子,她仿佛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帘,而我则是烂在地上的淤泥。 还真的是可笑,我竟然连自己的老婆都碰不了。 叮咚,微信响了一下,把我从思绪中回过神来,低头看了一眼微信,发现是小群里的发来的消息。 这群是几个男同事拉的,经常在里边聊一些关于女人的暧昧话题。 我点开一看,群里发了好多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都穿着性感的衣服, 她们脸上都绑着布条,瞧着神秘而又性感。 今天来了几个极品,都特别地漂亮,而且能接受玩很多花样,价格还不贵。 我看着照片上的女人,心中的浴火烧得更加旺盛。 既然张嘉婷都不让我碰,为什么我不能找其他女人? 这个想法从脑海中窜出来后,就开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顺手艾特了一下同事,地址在哪? 同事似乎是有些惊讶,强哥你要来呀。 随即又表示理解道,大家都是男人,懂。 后边是一个地址,这个地址离我家并不算太远,大概开车二十来分钟就能到,我摸了摸被打的脸,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抓起车钥匙就开了出去。 这是一家足域店。 二楼三楼都是正常的足域,唯独四楼不正常。 在同事的带领之下,我很快就上去了,一进门,就瞧见很多穿着性感的女人,女人大多数穿着一身黑,黑色紧身的皮衣勾勒出曼妙的身子,黑丝配上高跟鞋,走路一扭一扭地尽显媚态。 等我瞧见这些后,就有些后悔了,就算张家庭对我再怎么凶狠厉害,但毕竟是我的老婆,也是我女儿的妈妈,要是我真的这么做了,就是对不起他们娘俩。 我心里起了一点退缩,刚想离开,店员就热情地拉住了我,在我手中放了一个小册子,这位客人面生,应该是第一次来我们店吧,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头牌。 说着话,她附身凑近我,女人身上的香水味瞬间钻入鼻腔,我竟然感觉到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她翻开册子,似乎是注意到了我的紧张,开口说道,客人,你不用担心,我们这里接待客人的姐姐们都是戴着眼罩的,只能模糊看见人影,但看不清楚具体是谁,而且我们店对客人的隐私十分地注重。 说着话,她指了纸册子上的一人,解释着,这位是兔子姐姐,皮肤生得白,一张娃娃脸,十分地可爱,而且她耐受能力不错。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在店员这样暧昧的指导之下,只觉得耳朵滚烫得像是烧起来一般。 我低头腻了一眼,册子上的女孩确实瞧着可爱,她穿着一身粉白色的裙子,裙子是抹胸的,裙身很短,穿的是白丝袜,脸上还蒙着一条白色蕾丝眼带,瞧着清纯又魅惑。 不过这样可爱的女孩,太有负罪感了,我看得有些坐立难安,就想站起来离开的时候。 店员又翻了一页,指着上面穿着一身黑衣的女人说,这位也是我们店里的头牌,叫黑豹小姐。 客人,我偷偷告诉你,黑豹小姐可是位高冷的女强人哦,不过她能接受的范围也是最多的。 听到女强人,我突然想到了张家庭,眼神也鬼使神差地落在册子上。 册子上的女人半坐在沙发上,前凸后翘的身材凹成一个诱人的弧度,身上的衣服穿得很少,墨胸,超短裤,黑面红底高跟鞋。 我看着莫名有些熟悉,随着视线网上,落在那张被黑布蒙着的脸上,脑袋哄得一声,瞬间炸开。 这,这人和我老婆张家庭竟然有八九分的相似。 店员见我震惊的模样,以为我是被她给诱惑住了,在一旁笑盈盈地解释道,客人,黑豹小姐可是很忙的,每个星期只有一天时间来店里。 您今天刚好赶上了,要不要试试? 一个星期一次?我心情有些暗沉下来,看着册子上的人,册子上的照片大多数经过精修,再加上眼睛被蒙住了,不能很好地认出来。 我心里安慰自己,可能只是长得像而已,不可能是我老婆。 我老婆是公司的高管,怎么可能接这种活? 但我心里还是忍不住地怀疑,怀疑这女人究竟是谁。 想了一会后,我指了指这照片上的女人问道,好,就她了,多少钱? 一小时一签,两小时起包,客人您看要怎么来。 店员语气轻快道,两小时,我扫码。 我说道,付完钱后,店员带着我来到里边,里边是一排的房间,房间上面有着编号,我来到406房间门口。 店员带我来到这里后就离开了,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房间里的灯光是粉色的中间,摆着一张大床,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女人身上穿着一袭紧身黑色皮衣,衣服勒得很紧,拥雪成风,她就这么静静地躺在那边。 我鼓着勇气上前,来到床头。 床上的女人似是听到了声音,微微侧头转了过来,她脸上蒙着一条黑布,让她看不清来人是谁,只能抬着脑袋望过来。 而在她脸转过来的瞬间,我终于看清楚了床上的人是谁,这女人就是我的老婆。 张家庭。 我感觉胸腔涌起一股怒火,脸色瞬间涨得通红起来。 前一刻,她还装着高冷模样,在家里扇了我一巴掌,说我恶心。 而现在,她则是躺在这里准备接待客人。 我感觉自己大脑中的一根线突然崩断了,眼睛也变得心红起来。 想到刚才前台小姐说的话,说她每个星期都会来这种地方,我又气得笑了起来。 以前,我以为她是工作忙,没有心思做这些事情,没想到都是我自作多情,哪里来的工作忙,只不过她不愿意让自己碰她而已。 床上的张家庭听见我莫名的笑声后,微微仰着脑袋看了过来,声音轻烈,但却透着一股软意。 客人,怎么了?不喜欢我这样的吗? 张家庭的声音让我从怒意中缓了过来,我低头看着她,她的视线被黑布给遮住了,估计看不清我的脸。 我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推了她一下。 张家庭丝毫没有生气,身子一软,就倒在了床上,风情万种,我们俩结婚有五年了,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张家庭,举止之间都透着一股魅惑和诱人。 印象中的她对我一直都是冷冰冰的,要是工作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她回家就会找借口骂我骂我一无是处,骂我帮不上她的忙,我要是还嘴的话,她甚至会动手打我。 那时的我想着她为我怀胎十月生下女儿,十分的不容易,都忍了下来。 可如今,事实摆在面前,我拿什么去原谅她? 我的脑袋上早就一片青青草原了。 手掌垂在身侧,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捏成了一个拳头,我深呼吸了好久,这才没让自己一拳打上去。 张家庭似乎根本没注意到是我站在她的跟前,慢慢爬过来抱住了我,用脸蹭了蹭我的胸口,软声喊道,客人,我眼睛通红,有些受不了眼前这场景,几乎是逃一般地冲出了门。 可能是因为生气,我走错了方向,听着屋里传来一阵阵暧昧的声音,我脸色有些发红,最后慌不择路地离开了。 回到家后,我在床头坐了一夜,也吸了一夜的烟。 以前张家庭那冷冰冰的模样,我只当她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太大,可今天去了按摩店后,我感觉自己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所谓的女强人,私底下连个荡妇都不如。 我就这么颓废地在床边,直到天亮为止。 咔嚓一声,外边有人进来,我放下烟,因为没有开窗的缘故,整个房间都是一片的云雾缭绕。 我走出房门,张家庭刚回来。 她已经换了一身衣服,一件高岭长衫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见我出来,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没有说话。 我盯着她看,想起昨晚的场景,知道这高岭之下肯定藏着龌龊的痕迹。 垂在身侧的拳头,不自觉地捏紧了起来。 张家庭注意到了我的眼神,醋眉看了过来。 冷声道,昨天的教训不够吗? 看什么看? 你身上什么味道难闻死了,不要靠近我。 说着话,她换好鞋进来,脸上丝毫没有愧疚,用着丰富的语气。 我昨天加班到很晚,现在已经很累了,你在家里不要发出什么声音来,中午我想吃酸菜鱼和炸鸡腿,你在十二点坐好。 说完话后,张家庭连个眼神都没有施舍过来,仿佛这些都是我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 砰的一声,卧房的门被关上,我笑了,突然想明白为什么张家庭不和我离婚了。 我任劳任怨,家里的家务我干,孩子我带,还有一份能自给自足的工作,一个免费的保姆,一个随时可打骂的瘦气包,他怎么舍得离婚。 不过张家庭忘记一件事情了,就算在窝囊的男人,逼急了也是会狗急跳墙。 现在张家庭在的公司是我岳父岳母辛苦打拼下来的生意蒸蒸日上,我岳父母在这个城市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 要是自家女儿有这样的癖好被传出去,想到这里,我心中有个计划突然悄然而生。 我满腔的怒火突然消散了不少,唇角也缓缓勾起一抹笑容。 张家庭,我绝对会让你身败名裂。 我望着屋里的人转身出去买菜,中午也规规矩矩地炒了菜, 我现在还不能让张家庭知道我已经发现了这些事情。 张家庭在中午12点的时候出来,他身上依旧穿着一件宽松的高领衣服, 其实在很早我就发现他喜欢穿高领的衣服, 但我那会只是以为他喜欢这种风格,根本没想过会是这样的情况。 张家庭注意到了我盯着他直勾勾的模样,有些不爽地看了过来, 好看得眉头青醋。 你最近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要看我? 我一由所指地扫了一眼他的衣领,问道, 老婆,今天天气有些热,你穿着高领做什么? 他眼底快速闪过一抹惊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可能是心虚的缘故,语气都好了不少, 最近可能有些感冒了,总觉得冷,喜欢穿保暖一点。 我丝毫没有怀疑,甚至还体贴地问道, 是这样啊,那我给你煮点姜汤,去去寒。 张家庭不自在地拿着筷子,过了许久,才慢声道, 不用了,我喝点热水就好了。 我勾了勾唇脚,在他旁边坐下,开始真挚地道歉, 老婆,昨天的事情,的确是我不对, 你不想做这些事情,我也不应该逼你。 张家庭低头吃着饭,态度缓和了不少, 我工作太忙了,对于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 你知道就好了,还真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放浪的模样,我都快信了。 我没戳穿他拙劣的谎言,继续温柔地说道, 我跟咱妈打了电话,说下午去接暖暖, 你下午有事吗?暖暖之前一直吵着说要跟爸爸妈妈去游乐园。 嗯,下午没事,我跟你一起去接暖暖。 张家庭点头应了一声。 接下来几天,我一直装着好丈夫的模样, 因为亲眼见过张家庭出入那种地方, 我有些不放心地带着暖暖去做了亲子鉴定。 万幸,暖暖的确是我的女儿。 幸好张家庭没丧心病狂地让我帮别人养女儿。 我的计划稳步进行地,对于张家庭所说的加班, 我都表示理解。 在张家庭说要晚上去加班的时候, 我也去了那个高级按摩店, 没有意外,她也在。 我再次花了两千块钱点了她她性感地坐在床上, 做着妩媚的动作。 我在她脸上又绑了一条带子, 她没有生气, 调笑着说道, 原来客人喜欢玩这种。 看着她这模样, 我压着嗓子让她做几个性感点的动作, 她笑着全部答应了下来, 我用手机拍下几张照片存了下来。 等拍完照片后, 我实在没忍住上前。 此刻, 我才知道, 原来她也不是一直都这么冷冰冰的, 原来她也有这么热情的时候。 那娇软轻哼的声音像是小猫一般挠在心口, 喊得我心痒痒。 完事后, 我慌忙地逃了出去, 不敢看床上的女人。 张家庭在家和公司, 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女强人模样, 经过这两个月, 我差不多已经摸清楚了她的习惯。 她每周五晚上才会去那个高级按摩店。 周五晚上, 晚饭后, 张家庭依旧以工作忙碌的借口离开了家。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带着女儿去了岳父母家, 他们是城里人, 一直以来都看不起我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但看在暖暖的面子上, 说话的时候至少还是客客气气的。 我趁着他们不注意, 拿走岳父的手机, 用微信加了我的小号, 我用小号把张家庭的那些照片给发了过去, 又特地发了一条暧昧不清的消息。 需要寻找刺激吗? 我们这里各种女人都有, 有需要的话就来南水路488号。 过不了多久, 我岳父母就会发现, 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女儿, 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当府。 我带着女儿跟他们玩闹了一会后, 就告了别, 爸、妈, 家庭最近工作很忙, 今天刚回公司去加班了, 所以没办法一起来看你们, 等下次工作闲下来。 我再跟家庭一起带着暖暖来, 张府瞥了我一眼, 语气中满是嫌弃, 白手道, 不用了, 现在公司正在稳步往前的阶段, 家庭可不跟你这样闲。 张母在一旁拉了拉张妇, 可能是顾及到我女儿还在, 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 只是道, 我听说你妈也要来城里了。 嗯, 暖暖生日快要到了, 我妈想过来看看暖暖。 我如实地说道, 我妈是农村里来的女人, 早年死了丈夫, 辛苦一辈子, 供出了我一个大学生, 可我现在也是居人篱下, 就没办法接她来享福。 听完我的话, 张母忍不住地皱了眉头, 随即沉声道, 你现在住的房子, 是在市中心, 虽然是你花钱装修的, 但房子的产权跟你没有关系, 你可别想让你妈住进来。 原来她是在防着我这个, 我心中忍不住的犯酸。 当年这房子虽然是张家出的, 但房子的装修, 是我妈硬凑了三十万拿过来的, 现在连住的机会都没有。 我知道, 我已经给我妈订好了酒店, 她就住两天, 看看暖暖就离开了。 我轻声说道, 听了我的话后, 张母面色才缓和过来, 抬着下巴巨傲道, 宋强, 当初家庭嫁给你, 不要彩礼, 还全款带了房子车子, 这些东西, 可都是她的婚前财产, 不要跟你家的穷亲戚沾上什么边。 我笑了笑, 没生气, 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这场大戏就要拉开帷幕了。 我带着女儿在车里坐了半个小时, 果然瞧见岳父母两人慌慌张张地出了门, 看来是看见微信里自家女儿的照片了。 爸爸, 咱们还不回家吗? 女儿睁着水灵的眼睛看着我, 我低头看了她一眼, 不管怎么说, 女儿是无辜的。 而且我也没打算污了她的眼, 爸爸带你回家了。 我踩着油门回了家, 把女儿给哄睡了以后, 才缓缓点了一根烟。 今天晚上, 高级按摩店里会进行扫黄, 也不知道我那亲爱的老婆有没有被抓进去。 掐着时间算一下, 我岳父母赶过去刚好能瞧见张家庭被警察带走, 这两人高高在上一辈子, 自以为家风严谨, 看到这个场景后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 我现在真的特别地期待起来。 晚上九点,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我岳母打来的, 我勾着唇角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岳母的哭声, 宋强啊, 你, 你赶紧来医院一趟, 老头子高血压, 晕倒进了医院。 这是我没想到的, 我只是想要报复张家庭, 但没想着要张家人的命。 妈, 你现在哪里? 我来接你, 我紧忙问道, 啊, 我, 我打车去了医院, 你直接来医院吧。 可能是因为心虚, 张母说话的时候有些躲闪, 我自然是装作不知道, 应了一声就出了门。 我去医院的时候, 张母正陪着张妇, 看见我来了, 她才松了一口气, 语气软了软, 送墙啊, 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些事情, 我先回去一趟, 你在这里先陪着。 我猜想, 估计是张母跟着张府去高级按摩店的时候, 刚好瞧见张家庭被警察带走, 张府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然后窜上了高血压晕倒了。 张母没有办法, 只能打电话过来, 让我在医院陪着张妇, 然后她去救张家庭。 这时,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警察那边打来的电话, 我瞧了一眼张母, 接通了起来, 还特地点开了免提。 请问是张家庭女士的丈夫宋强先生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威严的声音。 我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我是,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你好, 我们这里是公安局。 警察说着话, 张母一颗心已经提了起来, 她连忙上前打断, 宋强, 最近骗子这么多, 这人指不定就是骗子, 什么公安局, 赶紧挂了吧。 张母这一句话, 瞬间引起警察的不满, 我们这里的确是南水路公安局, 张家庭涉嫌卖淫, 现在请你来南水路公安局走一趟。 我听完消息后, 心中十分的平淡, 但脸上却装出一副震惊, 脱口而出, 不可能, 警察同志, 你,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 我老婆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她能赚很多钱, 没必要做这行的, 就是, 我女儿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宋强。 你别听她, 胡说她肯定是骗子。 张母这急道, 显然是不想让我知道这件事情, 你现在来南水路公安局, 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人了。 警察开口道, 我像是丢了魂一般地放下手机, 然后看向张母, 着急道, 妈, 我要去南水路警察局走一趟, 把这边您先看着, 我就去看看, 要是骗子, 我就立马赶回来, 要是家庭真的, 说到这里, 我直接掉了眼泪, 看上去十分地着急。 张母也着急地不行, 伸手扯了一把我, 要不我去警察局看看。 妈, 现在已经很晚了, 你一个人出门也不方便, 万一磕着摔着了, 你让我怎么和家庭交代, 还是我去吧。 我说完话, 不等张母继续开口, 就急匆匆地出去了。 等出了医院后, 我脸上那着急的模样才消失, 我稳步来到车内, 发动车子不紧不慢地 往南水警察局开去。 来到警察局内, 我又换成了一副着急的模样,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 警察局里依旧灯火通明, 我进去的时候, 就听见一阵阵吵架声。 你竟然背着我 偷偷来找别的女人, 你这个丧良心的人啊。 我在家含辛茹苦地照顾孩子, 你就这样对我的。 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竟然, 竟然做这种事, 离婚, 一定要离婚。 恶心, 你有本事了, 给我戴了这么高的绿帽子, 这种声音络绎不绝地传到耳朵里来。 我找到坐在门口值班的警察面前, 报了我老婆的名字, 警察用一种同情的模样看着我, 然后指了直里屋, 在103房间, 进去吧。 我点了点头, 有些紧张地看着警察问道, 我, 我老婆不可能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警察局搞错了? 警察似乎很理解我们这样人的心情, 安慰道, 你先进去看看吧。 我点着头, 这才转身进了屋。 打开门, 103房间内坐着很多女孩, 她们身上都穿着统一的蓝白色外套, 但通过外套, 能清楚地看见里边穿着的性感衣服。 张家庭就坐在一张长板凳上, 此刻, 她身上没有了女强人的气息, 而是低垂着头, 整个人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的感觉。 警察见有人进来, 看了我一眼, 问道, 你是谁的家属? 张家庭。 我吐出三个字来, 张家庭听见自己的名字后, 也抬头看了过来, 等看见是我后, 她瞳孔震了震, 随即又低了头。 警察翻开册子看了一眼, 然后对着我说道, 你老婆张家庭做这一行已经有两年了, 你知道吗? 两年, 张家庭还真的是厉害瞒了我这么久, 我脸上挤出一抹苦笑, 摇了摇头。 警察又是投来一个同情的目光, 因为不是主谋, 所以现在拘留十天, 今天打电话过来, 就是为了通知家属, 你等十天后再来接她吧。 我心中一片的平静, 但看着张家庭时, 却十分地委屈, 老婆, 我平日里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张家庭的头埋得更低了, 身上凌冽的气息早就收得一干二净。 见她不说话, 我没有逼她, 轻声道, 爸因为高血压住了院, 我这几天会向公司请假, 照顾爸, 你自己保重。 张家庭听到这里后, 估计是想起了我平日里对她的好, 嘴唇动了动, 最后吐出三个字来, 对不起。 这的确是她对不起我, 张父张母的身体一直不大好, 张家庭公司里的事情忙, 所以二老一旦出了什么事情, 都是我在跑, 可他还背着我去干这些事情。 我没有说话, 直接转身离开了警察局。 回到家后, 我从未有过的平静, 接送孩子上下学, 去医院照顾张父, 几乎所有都做得得心应手, 就像是没事人一般。 张母张父看见我后, 好几次想要开口说点什么, 但最后还是吞了下去, 没有多问。 十天后, 我去警察局把张家庭给接了出来, 我带着她来医院看望张父, 张父这次被气急了, 在医院里躺了十天, 都没什么好转。 张家庭看见张父后, 低着头, 喊了一声, 爸。 张父深吸一口气, 别过脑袋, 你别喊我爸, 我可没你这么好的女儿。 张家庭紧了紧手, 没有说话。 张母连忙出来打圆场家庭, 你爸说的就是气话, 你别放在心上。 他们毕竟是一家人, 气过了就过去了, 总不能不要这个女儿。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三人续完旧, 这才平静地开口道, 家庭, 找个时间, 咱们把婚礼一下吧。 这一句话, 就像是在平静的水面扔下一颗炸弹, 瞬间让三人转头看了过来, 面对他们的视线, 我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认真的继续道, 家庭, 我知道, 你不喜欢我, 我也不强求, 咱们离婚吧。 张母着急了, 连忙上前道, 宋强啊, 家庭只是一时的糊涂, 我保证, 他以后绝对不会再这么做了。 张家庭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他的错, 难得对我服了软, 老公, 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错,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摇了摇头, 脸上平静地可怕。 家庭, 我们结婚已经很久了, 还有了暖暖, 我自认为我对你很好, 但你, 我说着话, 叹了一口气, 你不喜欢我母亲, 她就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家, 你也从来没去过我老家, 你工作忙, 没时间照顾孩子做家务, 都是我做的, 我都无怨无悔, 你在警察局这几天, 我已经想了很多, 我们的婚姻很失败, 咱们好去好散吧。 张家庭脸色一白, 估计是没想到, 一向为他是从的老实人, 现在竟然主动提出离婚, 他嘴唇紧紧地抿着, 我不同意,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会提起离婚诉讼, 你在警察局有记录, 法院会判定我们离婚的。 我平静地说道, 张家庭的身子晃了一下, 估计他以为, 即便他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 按照我的脾气, 也不可能提出离婚。 张父张母都过来劝我保证, 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我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 回到家, 我开始收拾起东西, 搬去了我早就租好的房子里。 半个月后, 法院判了我和张家庭离婚, 孩子跟我。 张家庭的公司是在我们结婚后, 近几年才蒸蒸日上起来的, 估计是没想过我会提出离婚, 他的收入全部作为了婚后财产, 离婚后分配资产, 因为张家庭是过错方, 我竟然分到了三千万。 因为孩子跟了我, 张家庭还需要每个月向我支付抚养费。 我拿着分道的钱, 在市区买了个大平层, 把我妈接了过来一起住, 女儿对于张家庭的离开并没有什么感觉, 毕竟自她出生以来, 张家庭陪着她的日子屈指可数。 后来我又遇见了一个女孩, 叫林芬芬, 二十八岁, 也是农村来的。 家人早年因为天灾死了, 就剩下她孤苦, 无一一个人, 她是跟张家庭截然不同的两个性子, 温婉, 体贴, 很懂照顾人。 她在一家小公司做财务, 招酒晚五, 而我也继续我的工作。 只不过每次回家, 林芬芬都已经做好饭等我, 她体贴我的工作, 照顾我的情绪和欲望, 我妈在家帮着我带孩子, 我们结婚三个月后, 林芬芬就怀孕了。 再次见到张家庭的时候, 是她要求看我女儿, 我没有权利拒绝, 便带着暖暖回了之前的家, 一入门, 屋里一股味道扑面而来, 而张家庭依然没有了往日女强人的模样。 头发邋遢, 身上穿着一件脏得不成样的上衣, 面色苍白, 双眼无神。 我知道, 她是在担心公司的事情, 因为她之前在高级按摩店的事情, 被一个客户知道, 便在圈子里大肆宣扬了起来。 他们这个圈子也不大, 现在几乎闹得人尽皆知, 而公司的股票也一路下跌, 估计现在快要破产了。 宋强, 我们复婚吧。 她看着我, 眼底渗出一抹卑微, 语气几乎是在祈求。 我笑了笑, 残忍道, 不好意思, 张女士, 我已经结婚了, 我老婆现在已经怀孕了。 店员见我震惊的模样, 以为我是被她给诱惑住了, 在一旁笑盈盈地解释道, 客人, 黑豹小姐可是很忙的, 每个星期只有一天时间来店里, 您今天刚好赶上了, 要不要试试, 一个星期一次? 我心情有些暗沉下来, 看着册子上的人, 册子上的照片大多数经过精修, 再加上眼睛被蒙住了, 不能很好地认出来。 我心里安慰自己, 可能只是长得像而已, 不可能是我老婆, 我老婆是公司的高管, 怎么可能接这种活? 但我心里还是忍不住地怀疑, 怀疑这女人究竟是谁, 想了一会后, 我指了指这照片上的女人问道, 好, 就她了, 多少钱? 一小时一签, 两小时起包, 客人您看要怎么来? 店员语气轻快道, 两小时, 我扫码, 我说道, 付完前后后, 店员带着我来到里边, 里边是一排的房间, 房间上面有着编号, 我来到406房间门口, 店员带我来到这里后就离开了, 我深吸一口气, 推门进去, 房间里的灯光是粉色的, 中间摆着一张大床, 床上躺着一个女人, 女人身上穿着一袭紧身黑色皮衣, 衣服勒得很紧, 拥雪成风, 她就这么静静地 躺在那边, 我鼓着勇气上前, 来到床头, 床上的女人似是听到了声音, 微微侧头转了过来, 她脸上蒙着一条黑布, 让她看不清来人是谁, 只能抬着脑袋望过来, 而在她脸转过来的瞬间, 我终于看清楚了床上的人是谁, 这女人就是我的老婆, 张家庭, 我感觉胸腔涌起一股怒火, 脸色瞬间涨得通红起来, 前一刻, 她还装着高冷模样, 在家里扇了我一巴掌, 说我恶心, 而现在, 她则是躺在这里准备接待客人, 我感觉自己大脑中的一根线突然崩断了, 眼睛也变得心红起来, 想到刚才前台小姐说的话, 说她每个星期都会来这种地方, 我又气得笑了起来, 以前, 我以为她是工作忙, 没有心思做这些事情, 没想到都是我自作多情, 哪里来的工作忙, 只不过她不愿意让自己碰她而已, 床上的张家庭听见我莫名的笑声后, 微微仰着脑袋看了过来, 声音轻烈, 但却透着一股软衣, 客人, 怎么了? 不喜欢我这样的吗? 张家庭的声音让我从怒意中缓了过来, 我低头看着她, 她的视线被黑布给遮住了, 估计看不清我的脸, 我没有说话, 只是伸手推了她一下, 张家庭丝毫没有生气, 身子一软, 就倒在了床上, 风情万种, 我们俩结婚有五年了, 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张家庭, 举止之间, 都透着一股魅惑和诱人, 印象中的她对我一直都是冷冰冰的, 要是工作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她回家就会找借口骂我, 骂我一无是处, 骂我帮不上她的忙, 我要是还嘴的话, 她甚至会动手打我, 那时的我想着她为我怀胎十月生下女儿, 十分的不容易, 都忍了下来, 可如今事实摆在面前, 我拿什么去原谅她, 我的脑袋上早就一片青青草原了, 手掌垂在身侧,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捏成了一个拳头, 我深呼吸了好久, 这才没让自己一拳打上去, 张家婷似乎根本没注意到, 是我站在她的跟前, 慢慢爬过来抱住了我, 用脸蹭了蹭我的胸口, 软声喊道, 客人, 我眼睛通红, 有些受不了眼前这场景, 几乎是逃一般地冲出了门, 可能是因为生气, 我走错了方向, 听着屋里传来一阵阵暧昧的声音, 我脸色有些发红, 最后慌不择路地离开了, 回到家后, 我在床头坐了一夜, 也吸了一夜的烟, 以前张家婷那冷冰冰的模样, 我只当她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太大, 可今天去了按摩店后, 我感觉自己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所谓的女强人, 私底下连个荡妇都不如, 我就这么颓废地在床边直到天亮为止, 咔嚓一声, 外边有人进来, 我放下烟, 因为没有开窗的缘故, 整个房间都是一片的云雾缭绕, 我走出房门, 张家婷刚回来, 她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一件高岭长衫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见我出来, 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 没有说话, 我盯着她看, 想起昨晚的场景, 知道这高岭之下肯定藏着龌龊的痕迹, 垂在身侧的拳头不自觉地捏紧了起来, 张家婷注意到了我的眼神, 醋眉看了过来, 冷声道, 昨天的教训不够吗? 看什么看? 你身上什么味道? 难闻死了, 不要靠近我。 说着话, 她换好鞋进来, 脸上丝毫没有愧疚, 用着丰富的语气, 我昨天加班到很晚, 现在已经很累了, 你在家里不要发出什么声音来。 中午, 我想吃酸菜鱼和炸鸡腿, 你在十二点做好。 说完话后, 张家婷连个眼神都没有施舍过来, 仿佛这些都是我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 砰的一声, 卧房的门被关上, 我笑了, 突然想明白为什么张家婷不和我离婚了。 我任劳任怨, 家里的家务我干, 孩子我带, 还有一份能自给自足的工作, 一个免费的保姆, 一个随时可打骂的受气包, 他怎么舍得离婚。 不过张家婷忘记一件事情了, 就算在窝囊的男人, 逼急了也是会狗急跳墙。 现在张家婷在的公司, 是我岳父岳母辛苦打拼下来的, 生意蒸蒸日上, 我岳父母在这个城市里,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 要是自家女儿有这样的癖好被传出去, 想到这里, 我心中有个计划突然悄然而生。 我满腔的怒火突然消散了不少。 唇角也缓缓勾起一抹笑容, 张家婷, 我绝对会让你身败名裂。 我望着屋里的人, 转身出去买菜, 中午也规规矩矩地炒了菜, 我现在还不能让张家婷知道, 我已经发现了这些事情。 张家婷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出来, 他身上依旧穿着一件宽松的高领衣服, 其实在很早我就发现, 他喜欢穿高领的衣服, 但我那会只是以为他喜欢这种风格, 根本没想过会是这样的情况。 张家婷注意到了我盯着他直勾勾的模样, 有些不爽地看了过来, 好看得眉头青醋, 你最近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直要看我? 我一有所指地扫了一眼他的衣领, 问道, 老婆, 今天天气有些热, 你穿着高领做什么? 他眼底快速闪过一抹惊慌,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可能是心虚的缘故, 语气都好了不少。 最近可能有些感冒了总觉得冷, 喜欢穿保暖一点。 我丝毫没有怀疑, 甚至还体贴地问道, 是这样啊, 那我给你煮点姜汤, 去去寒。 张家婷不自在地拿着筷子, 过了许久, 才慢声道, 不用了, 我喝点热水就好了。 我勾了勾唇脚, 在他旁边坐下, 开始真挚地道歉, 老婆, 昨天的事情, 的确是我不对, 你不想做这些事情, 我也不应该逼你。 张家婷低头吃着饭, 态度缓和了不少, 我工作太忙了, 对于这些事情, 都没有什么兴趣, 你知道就好了。 还真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放浪的模样, 我都快信了。 我没戳穿他拙劣的谎言, 继续温柔着说道, 我跟咱妈打了电话, 说下午去接暖暖。 你下午有事吗? 暖暖之前一直吵着说要跟爸爸妈妈去游乐园。 嗯, 下午没事, 我跟你一起去接暖暖。 张家婷点头应了一声。 接下来几天, 我一直装着好丈夫的模样, 因为亲眼见过张家婷出入那种地方, 我有些不放心地带着暖暖去做了亲子鉴定。 万幸, 暖暖的确是我的女儿。 幸好张家婷没丧心病狂地让我帮别人养女儿。 我的计划稳步进行地, 对于张家婷所说的加班, 我都表示理解。 在张家婷说要晚上去加班的时候, 我也去了那个高级按摩店, 没有意外, 她也在。 我再次花了两千块钱点了她, 她性感地坐在床上, 做着妩媚的动作。 我在她脸上又绑了一条带子, 她没有生气, 调笑着说道, 原来客人喜欢玩这种, 看着她这模样。 我压着嗓子让她做几个性感点的动作, 她笑着全部答应了下来, 我用手机拍下几张照片存了下来。 等拍完照片后, 我实在没忍住上前。 此刻, 我才知道, 原来她也不是一直都这么冷冰冰的, 原来她也有这么热情的时候。 那娇软轻哼的声音像是小猫一般挠在心口, 喊得我心痒痒。 完事后, 我慌忙地逃了出去, 不敢看床上的女人。 张家婷在家和公司, 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女强人模样, 经过这两个月, 我差不多已经摸清楚了她的习惯。 她每周五晚上才会去那个高级按摩店。 周五晚上, 晚饭后, 张家婷依旧以工作忙碌的借口离开了家。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带着女儿去了岳父母家, 他们是城里人, 一直以来都看不起我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但看在暖暖的面子上说话的时候, 至少还是客客气气的。 我趁着他们不注意, 拿走岳父的手机, 用微信加了我的小号。 我用小号把张家婷的那些照片给发了过去, 又特地发了一条暧昧不清的消息。 需要寻找刺激吗? 我们这里各种女人都有, 有需要的话就来南水路488号。 过不了多久, 我岳父母就会发现, 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女儿, 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当夫。 我带着女儿跟他们玩闹了一会后, 就告了别, 爸、妈, 家庭最近工作很忙, 今天刚回公司去加班了, 所以没办法一起来看你们, 等下次工作闲下来, 我再跟家庭一起带着暖暖来。 张妇瞥了我一眼, 语气中满是嫌弃, 白手道, 不用了, 现在公司正在稳步往前的阶段, 家庭可不跟你这样闲。 张母在一旁拉了拉张妇, 可能是顾及到我女儿还在, 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 只是道, 我听说你妈也要来城里了。 嗯, 暖暖生日快要到了, 我妈想过来看看暖暖。 我如实地说道, 我妈是农村里来的女人, 早年死了丈夫, 辛苦一辈子, 供出了我一个大学生, 可我现在也是居人篱下, 就没办法接她来享福。 听完我的话, 张母忍不住地皱了眉头, 随即沉声道, 你现在住的房子是在市中心, 虽然是你花钱装修的, 但房子的产权跟你没有关系, 你可别想让你妈住进来。 原来她是在房着我这个, 我心中忍不住的犯酸, 当年这房子虽然是张家出的, 但房子的装修是我妈硬凑了三十万拿过来的, 现在连住的机会都没有。 我知道, 我已经给我妈订好了酒店, 她就住两天, 看看暖暖就离开了, 我轻声说道, 听了我的话后, 张母面色才缓和过来, 抬着下巴巨傲道, 宋强, 当初家庭嫁给你, 不要财礼, 还全款带了房子车子, 这些东西, 可都是她的婚前财产, 不要跟你家的穷亲戚沾上什么边。 我笑了笑, 没生气, 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这场大戏就要拉开帷幕了。 我带着女儿在车里坐了半个小时, 果然瞧见岳父母两人慌慌张张地出了门, 看来是看见微信里自家女儿的照片了。 爸爸, 咱们还不回家吗? 女儿睁着水灵的眼睛看着我, 我低头看了她一眼, 不管怎么说, 女儿是无辜的, 而且我也没打算污了她的眼。 嗯, 爸爸带你回家了。 我踩着油门回了家, 把女儿给哄睡了以后, 才缓缓点了一根烟。 今天晚上, 高级按摩店里会进行扫黄, 也不知道我那亲爱的老婆有没有被抓进去。 掐着时间算一下, 我岳父母赶过去刚好能瞧见张家庭被警察带走, 这两人高高在上一辈子, 自以为家风严谨, 看到这个场景后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 我现在真的特别地期待起来。 晚上九点,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我岳母打来的, 我勾着唇角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岳母的哭声, 宋强啊, 你, 你赶紧来医院一趟, 老头子高血压, 晕倒进了医院。 这是我没想到的, 我只是想要报复张家庭, 但没想着要张家人的命。 妈, 你现在哪里, 我来接你? 我紧忙问道, 啊, 我, 我打车去了医院, 你直接来医院吧。 可能是因为心虚, 张母说话的时候有些躲闪, 我自然是装作不知道。 应了一声就出了门, 我去医院的时候, 张母正陪着张妇, 看见我来了, 她才松了一口气, 语气软了软, 宋强啊, 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些事情, 我先回去一趟, 你在这里先陪着。 我猜想, 估计是张母跟着张辅去高级按摩店的时候, 刚好瞧见张家庭被警察带走, 张辅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然后窜上了高血压晕倒了。 张母没有办法, 只能打电话过来, 让我在医院陪着张妇, 然后她去救张家庭。 这时,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警察那边打来的电话, 我瞧了一眼张母, 接通了起来, 还特地点开了免提。 请问是张家庭女士的丈夫, 宋强先生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威严的声音。 我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我是,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你好。 我们这里是公安局。 警察说着, 话张母一颗心已经提了起来, 他连忙上前打断, 宋强, 最近骗子这么多, 这人指不定就是骗子, 什么公安局, 赶紧挂了吧。 张母这一句话, 瞬间引起警察的不满, 我们这里的确是南水路公安局, 张家庭涉嫌卖淫, 现在请你来南水路公安局走一趟。 我听完消息后, 心中十分的平淡, 但脸上却装出一副震惊, 脱口而出, 不可能, 警察同志, 你,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 我老婆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他能赚很多钱, 没必要做这行的, 就是。 我女儿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宋强, 你别听他胡说, 他肯定是骗子。 张母这急道, 显然是不想让我知道这件事情。 你现在来南水路公安局, 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人了。 警察开口道, 我像是丢了魂一般的放下手机, 然后看向张母, 着急道, 妈, 我要去南水路警察局走一趟, 把这边您先看着, 我就去看看, 要是骗子, 我就立马赶回来, 要是家庭真的, 说到这里, 我直接掉了眼泪, 看上去十分地着急。 张母也着急得不行, 伸手扯了一把我, 要不我去警察局看看。 妈, 现在已经很晚了, 你一个人出门也不方便, 万一磕着摔着了, 你让我怎么和家庭交代, 还是我去吧。 我说完话, 不等张母继续开口, 就急匆匆地出去了。 等出了医院后, 我脸上那着急的模样才消失, 我稳步来到车内, 发动车子不紧不慢地 往南水警察局开去。 来到警察局内, 我又换成了一副着急的模样,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 警察局里依旧灯火通明, 我进去的时候, 就听见一阵阵吵架声, 你竟然背着我偷偷来找别的女人, 你这个丧良心的人啊, 我在家含辛茹苦地照顾孩子, 你就这样对我的, 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竟然, 竟然做这种, 离婚, 一定要离婚, 恶心, 你有本事了, 给我戴了这么高的绿帽子, 这种声音络绎不绝地传到耳朵里来, 我找到坐在门口值班的警察面前, 报了我老婆的名字, 警察用一种同情的模样看着我, 然后指了直里屋, 在103房间, 进去吧, 我点了点头, 有些紧张地看着警察问道, 我, 我老婆不可能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警察局搞错了, 警察似乎很理解我们这样人的心情, 安慰道, 你先进去看看吧, 我点着头, 这才转身进了屋, 打开门, 103房间内, 坐着很多女孩, 她们身上都穿着统一的蓝白色外套, 但通过外套, 能清楚地看见里边穿着的性感衣服, 张嘉婷就坐在一张长板凳上, 此刻, 她身上没有了女强人的气息, 而是低垂着头, 整个人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的感觉, 警察见有人进来, 看了我一眼, 问道, 你是谁的家属? 张嘉婷, 我吐出三个字来, 张嘉婷听见自己的名字后, 也抬头看了过来, 等看见是我后, 她瞳孔震了震, 随即又低了头, 警察翻开册子看了一眼, 然后对着我说道, 你老婆张嘉婷做这一行已经有两年了, 你知道吗? 两年, 张嘉婷还真的是厉害, 瞒了我这么久, 我脸上挤出一抹苦笑, 摇了摇头, 警察又是投来一个同情的目光, 因为不是主谋, 所以现在拘留十天, 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通知家属, 你等十天后再来接她吧, 我心中一片的平静, 但看着张嘉婷时, 却十分的委屈, 老婆, 我平日里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张嘉婷的头埋得更低了, 身上凌冽的气息早就收得一干二净, 见她不说话, 我没有逼她, 轻声道, 爸因为高血压住了院, 我这几天会向公司请假, 照顾爸, 你自己保重, 张嘉婷听到这里后, 估计是想起了我平日里对她的好, 嘴唇动了动, 最后吐出三个字来, 对不起, 这的确是她对不起我, 张父张母的身体一直不大好, 张嘉婷公司里的事情忙, 所以二老一旦出了什么事情, 都是我在跑, 可他还背着我去干这些事情, 我没有说话, 直接转身离开了警察局, 回到家后, 我从未有过的平静, 接送孩子上下学, 去医院照顾张父, 几乎所有都做得得心应手, 就像是没事人一般, 张母张父看见我后, 好几次想要开口说点什么, 但最后还是吞了下去, 没有多问, 十天后, 我去警察局把张嘉婷给接了出来, 我带着她来医院看望张父, 张父这次被气急了, 在医院里躺了十天, 都没什么好转, 张嘉婷看见张父后, 低着头, 喊了一声, 爸, 张父深吸一口气, 别过脑袋, 你别喊我爸, 我可没你这么好的女儿, 张嘉婷挤了紧手, 没有说话, 张母连忙出来打圆场, 家婷, 你爸说的就是气话, 你别放在心上, 他们毕竟是一家人, 气过了就过去了, 总不能不要这个女儿,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三人续完旧, 这才平静地开口道, 家婷找个时间, 咱们把婚礼一下吧, 这一句话, 就像是在平静的水面扔下一颗炸弹, 瞬间让三人转头看了过来, 面对他们的视线, 我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认真着继续道, 家婷, 我知道, 你不喜欢我, 我也不强求, 咱们离婚吧, 张母着急了, 连忙上前道, 宋强啊, 家婷只是一时的糊涂, 我保证, 她以后绝对不会再这么做了, 张家婷也知道, 这件事情是她的错, 难得对我服了软, 老公, 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错,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摇了摇头, 脸上平静地可怕, 家婷, 我们结婚已经很久了, 还有了暖暖, 我自认为我对你很好, 但你, 我说着话, 叹了一口气, 你不喜欢我母亲, 她就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家, 你也从来没去过我老家, 你工作忙, 没时间照顾孩子做家务, 都是我做的, 我都无怨无悔, 你在警察局这几天, 我已经想了很多, 我们的婚姻很失败, 咱们好聚好散吧, 张家婷脸色一白, 估计是没想到, 一向为她是从的老实人, 现在竟然主动提出离婚, 她嘴唇紧紧地抿着, 我不同意,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会提起离婚诉讼, 你在警察局有记录, 法院会判定我们离婚的, 我平静着说道, 张家婷的身子晃了一下, 估计她以为, 即便她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 按照我的脾气, 也不可能提出离婚, 张父张母都过来劝我, 保证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我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 回到家, 我开始收拾起东西, 搬去了我早就租好的房子里, 半个月后, 法院判了我和张家婷离婚孩子跟我, 张家婷的公司是在我们结婚后, 近几年才蒸蒸日上起来的, 估计是没想过我会提出离婚, 她的收入全部作为了婚后财产, 离婚后分配资产, 因为张家婷是过错方, 我竟然分到了三千万, 因为孩子跟了我, 张家婷还需要每个月向我支付抚养费, 我拿着分道的钱, 在市区买了个大平层, 把我妈接了过来一起住, 女儿对于张家婷的离开并没有什么感觉, 毕竟自她出生以来, 张家婷陪着她的日子趋值可数, 后来我又遇见了一个女孩, 叫林芬芬, 二十八岁, 也是农村来的, 家人早年因为天灾死了, 就剩下她孤苦, 无一一个人, 她是跟张家婷截然不同的两个性子, 温婉, 体贴, 很懂照顾人, 她在一家小公司做财务, 招酒晚五, 而我也继续我的工作, 只不过每次回家, 林芬芬都已经做好饭等我, 她体贴我的工作, 照顾我的情绪和欲望, 我妈在家帮着我带孩子, 我们结婚三个月后, 林芬芬就怀孕了, 再次见到张家婷的时候, 是她要求看我女儿, 我没有权利拒绝, 便带着暖暖回了之前的家, 一入门, 屋里一股味道扑面而来, 而张家婷依然没有了往日女强人的模样, 头发邋遢, 身上穿着一件脏得不成样的上衣, 面色苍白, 双眼无神, 我知道, 她是在担心公司的事情, 因为她之前在高级按摩店的事情, 被一个客户知道, 便在圈子里大肆宣扬了起来, 他们这个圈子也不大, 现在几乎闹得人尽皆知, 而公司的股票也一路下跌, 估计现在快要破产了, 宋强, 我们复婚吧, 她看着我, 眼底渗出一抹卑微语气, 几乎是在祈求, 我笑了笑, 残忍道, 不好意思, 张女士, 我已经结婚了, 我老婆现在已经怀孕了, 那拍到我们的感谢, 您好像从一段时间来在一起, 保语气, 基本上变快感变,